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WTT澳门冠军赛男单八分之一决赛 西蒙 高姿对阵梁敬坤 此前五次交手完成连胜 首局开始 一平后 梁敬坤没有过多纠结台内 打西蒙长球 而且梁敬坤顶的还非常前 这也让梁敬坤在开局保持6比2的领先 随后西蒙无法打出连续得分 梁敬坤11比6先拿一局 这一局梁敬坤投入状态非常好 再加上今年就交手两次 互相了解 所以打得非常积极 第二局梁敬坤依然打得非常有节奏 3比1领先 只是局中西蒙打出一个神仙球 不仅手感打出来了 梁敬坤也被打乱了 被追到6平 双方保持到10平后 梁敬坤改变发球打相持 主动上手先得1分 西蒙发球还出现失误 12比10 再拿一局 前半场梁敬坤的优势 还是非常大的 就是局中被对面的精彩球打乱节奏 幸好关键分的把控 还是非常完美 第三局开局 西蒙的手感还是非常出色 梁敬坤0比3落后 再加上失误的增加 梁敬坤局中3比7落后 即便梁敬坤追了一些分 可惜他无法完成反超 8比11被对手扳回一城 第四局 西蒙依然维持极强的相持球能力 双方保持到了8平 此时梁敬坤维持稳定 不主动出现失误 10比8拉开分差 但领先的情况下 又被追到10平 甚至相持球西蒙还能爆充 11比10拿下局点 随后西蒙反手直接得分 12比10拖入决胜局 第五局西蒙反手暴冲能力 完全打出来了 而且正手的相持高难度球也有 两平后连得5分 7比2领先 幸好局中梁敬坤居然连续得分 咬住分差后 西蒙这边明显犹豫了 追到9平 关键分西蒙防守稳住 还有主动变线 最后一个擦边球 12比10艰难晋级 接下来WTT澳门冠军赛 南单1分之1决赛 即将迎来一场重头戏 这就是林诗栋大战日本一哥张本志和 张本志和来到澳门之后 延续了巴黎奥运的好状态 首轮拿下了队友松岛辉空 而林诗栋则是携阿拉木图挑战赛三冠 空架澳门后 首轮以11比1 11比2 11比3横扫度打 状态十分火热 那么 这场中日大战林诗栋会胜出吗 第一 先发制人 林诗栋接发球 要果断上质量 不给张本志和搏杀空间 张本志栋最大的得分手段 就是进台的反手暴思 暴宁 以及随后反手连续对轰 速度快 角度大 便直线也十分突然 那么 如何避免 如何避免张本志和的进台速度搏杀呢 林诗栋首先要做好的是在接发球上 要大胆果断地增加质量 你质量加上去之后 张本志和的暴宁 暴思也出不来 一旦让日本一哥的前三板得分太多的话 林诗栋会很快陷入被动 继而被拉开比分 另外 在发球上 不要发到张本志和反手位 让他凝得太舒服 以发中路和正手小三角为主 这样会让张本志和降低拧拉质量 让林诗栋 反而会有更大的上手得分机会 11分赛制发球 接发球 很重要 这个环节做不好 根本来不到相吃环节 张本志栋就靠前三板得分 赢得比赛了 因此 林诗栋接发球 一定要把质量加上去 巴黎奥运会 樊振东一上来 大比分落后 就是他的发球 让张本志栋太熟悉了 张本直接暴宁起来 让樊振东还没有打出 相持环节的优势 对方就得分了 第二 相持环节要敢于 跟张本志和正手对轰 打反手 反而会陷入对方节奏里 张本志栋的看家本领 就是樊振手 连续进攻特别快 樊振东跟张本对反手 也占不到太大的便宜 黎诗栋单板质量不错 可是相对来说 他速度偏慢 被张本志和一板 快四一板的进攻 压到中远台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处于 被动防守的局面了 张本志栋的正手 反拉能力一般 而在这方面 黎诗栋占据上风 因此 来到相持环节 黎诗栋要敢于 打向张本志核的正手位 跟对方正手对轰 中远台实力上 黎诗栋还是很强的 就是对轰帆震东 梁敬坤这种力量型的球员 黎诗栋也不是很下风 第三 现场应变要及时 王浩坐镇指挥 要给出建议 张本比赛经验更丰富 张本志核出道比较早 他现在不光是技术实力有增长 就是比赛经验也很成熟 战术套路都是组合权势的输出 黎诗栋现在还处于 拼单板质量力量的阶段 玩变化 玩战术套路 黎诗栋是明显吃亏的 王浩亲自坐镇也好 还是其他教练来现场指导黎诗栋 在小石头陷入张本志和节奏里 或者厂商遇到困难时 要及时给他拿出解决建议 这也是赢下日本一哥的一个关键所在 小编觉得 林诗栋与张本志和这场对决 应该是四六开的局面 林诗栋四 张本志核占六 毕竟对方实力经验都更强一些 不过 林诗栋没有输赢压力 就算输给对方 也全当交学费了 放手一拼的话 也不是没有赢球的可能 大家看好林诗栋战胜张本志核吗 接下来王曼玉大概率会对战郑宜静 虽然郑宜静是老将了 但是整体实力还是很突出 郑宜静在奥运会的比赛 就给孙颖莎就制造了很大的比分压力 王曼玉这次每一轮比赛都会遭遇强敌 虽然王亦迪这次分到了下半区 但是两人有可能在女单四强遇不到 万一牧原美忧 这次在下半区超强发挥 很有可能就打进女单半决赛 王曼玉还是要做好在半决赛 对战外协选手的准备 他每次遇到的竞争对手 实力都很强 与王曼玉相比 孙颖莎在第一轮遇到的对手 实力就弱了很多 球迷也很难想象 田志熙这样的老将 还能参加冠军赛 而乔本番乃香这样有实力的销球手 却拿不到冠军赛的参赛名额 所以选手的排名 并不代表选手的真实水平 还有很多有实力的选手 没有参加冠军赛 而抽签分足 确实会对选手的成绩有直接影响 原本秋迷以为 陈兴彤会跟王曼玉分到单打同一半区 没想到这次他分到了上半区 无缘跟王曼玉交手 陈兴彤对王曼玉的冲击力是很强的 上次双方交手 打到决胜局才分出胜负 为何这次冠军赛两人不同区呢 其实这是为下一站 WTT北京大满贯赛式抽签分组做普点 这次冠军赛如果夺冠 能够拿到1000个积分 而大满贯赛式夺冠 能拿到2000个积分 直接是澳门冠军赛的双倍积分 这意味着同样是打进女单四强 大满贯赛式的积分更高 而且是双倍的奖励积分 王曼玉这次冠军赛如果打进女单决赛 能拿到750个积分 但是北京大满贯赛式 他要是打进决赛 那就是能够获得1500个积分 这对王曼玉的排名是有很大帮助的 要是两站赛事他都能打进最终的决赛 那么至少能够巩固住世界第二的排名 现在的国平主力选手 不光有孙颖莎和王曼玉 王亦迪跟陈信彤这两人 也会加入到主力选手的竞争行列中来 而陈信彤目前对孙颖莎和王曼玉 都有着同样的冲击力 新的奥运会周期 所有的选手都重新回归到 同一起跑线上来了 虽然这次澳门冠军赛 王亦迪跟王曼玉分到同一半去 打进决赛的希望不大 但如果陈信彤在北京大满冠赛市 和王曼玉分到同一半去 那么两人闯进女单决赛的概率 都在50% 所以北京大满冠赛市 如果陈信彤闯进了女单决赛 上半去的王亦迪也有可能打进女单决赛 上个奥运会周期 只要陈信彤击败了王曼玉 那么王亦迪击败孙颖莎的概率也很高 陈信彤分到哪个半区 都会对赛事夺冠产生重要影响 所以这次澳门冠军赛 也是下次北京大满冠赛市 抽签分组的一次预言 这次澳门冠军赛是一条线的 这次澳门冠冠军赛 本身的连接 完成了 那次澳门冠军赛